歡迎收看財經大白話 我是翟軒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財經大事 從國際來看台灣 請在Facebook搜尋財經大白話 同步收看直播 掌握最新的財經消息 節目開始來關心 財經的大頭條 還有美選倒數了 這個川普首談武力犯台 他還說中國會知道我要怎麼做 另外大陸的經濟強談 與美國的差距再縮小 力訓上半年的這個營收盡力 是年增達到了七成 還有台積電飆速攻到了2奈米 很甩對手 這個台灣也成了先進制成的重症 我們就來聚焦今天的財經大事 請專家帶我們看懂新聞找商機 先來歡迎今天加入討論的來賓 財經專家黃世聰 財經教授謝承諺 股市達人喬哥 好 首先我們來講到了川普 其實最近川普真的是隨事連連 距離這個大選 大概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大概只剩下69天 現在不只是這個家族成員對川普 來拆臺 而且他的核心幕僚也跳船 現在就連川普自己的兒子 也跟這個自家集團 因為這個財務的問題 被檢方調查 陷入了司法的風暴 但是在這個民調持續落後之下 川普現在也只能繼續灌猛藥 像這一鐵白好湯 這個是不斷地反中來加持他的民調 不過被問到說要如何應對說大陸武統 臺灣 川普是第一次做出了回應 但是他回應了什麼呢 他是有點輕描淡寫的說 北京會知道我會怎麼做的 難道他真的是人前就像他的律師所說嗎 這川普最會講反話 他說有用的實際上都是沒有用的嗎 這我們來問一下 陳彥哥 你知道川普現在整個選舉的過程中 真的是隨事連連 從疫情的開始到最近的加州到我 甚至現在可能有傳出這樣的種族衝突的一個事件 那我們發現他一概就是三個策略 第一個策略是什麼 轉移焦點 拚了命的甩鍋到中國對不對 從疫情開始到現在 第二個是什麼 抹黑 甚至直接叫拜登叫北京拜登 他就直接這樣講 第三個策略是什麼 找台階下 預防就是說萬一沒選上 你看他直接說 如果 沒選上就是做票 對 如果拜登選上 你們就直接被中國統治 然後直接講說 我跟你講這個通訊投票就是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這中間有太多做票的過程 可是別忘了 這不是美國第一次通訊投票 過去其實有歷史經驗 但是問題是他總是要先幫自己 找個台階下 打預防 知道說我可能會沒選上 我沒選上就是這個原因 甚至他想要取消通訊投票 壓低投票率 因為只有這樣 他選上的機會才會高 所以很明顯 因為現在他的這個支持率 明顯低於拜登 甚至他現在不斷 他的方法就是什麼 用言語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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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明顯的一個策略 感覺上只要拜登現在不犯錯 可能就會選上 所以他也急了 你知道這次全代會非常的有趣 因為CNN一向是反他的 對不對 好 那其實這全代會 這個CNN在這個訪問的過程當中 其實中間都在酸川普 但是川普竟然說 感謝CNN吃錯藥了他 真的有點吃錯藥的味道 但是反而我們去看 一直支持他的服飾 這次講的倒是比較客觀 他說整個全代會 就是十二個川普在講話 什麼意思 就是說川普 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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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不管是州長也好 家族也好 其實都是川普自己人 對 連服飾也不挺他了 對 而且我覺得川普的報導 應該不是挺不挺的 就是很客觀 確實你整個全代會 就是都是川普在講話 而且這中間就一直在 暢揚川普 就是說你看川普的這個中美貿易戰 做得多好 美墨這個處理多好 變個人秀的感覺 甚至連他的長子的小女友 這是一大亮點 也上來 這個手勢比多的 然後網友就說奇怪 他不是才講六分鐘嗎 為什麼 我覺得他講了好幾個小時 就是我們現在影片上的這一段 對 然後他 聽說他非常慷慨激昂 而且聲音很大 然後網友就說怎樣 聲音大就是精采的意思 人家就說他是美版的李春基 對 有一點很像暗示說很像北韓主播 而且他也特別穿了這個共和黨的代表色 對不對 紅色慷慨激昂 對 因為他本身也是前服師的主播 所以才會被酸 對 說你這十二個川普 當然在這過程中 我們也發現說整個過程 實際上確實川普還是一直在激化 中美之間的關係 包括這一次這個中國的軍演 你知道飛彈四社區 你一般的 我公告我的軍演 公告我的四社區是什麼意思 就是希望你各種軍艦或是飛機 你不要不小心誤入這個禁區 因為萬一我不小心打到你 這個很嚴重的 結果美國的軍機 既然飛到這個軍演區 這個U2間諜機 那不是很挑釁嗎 這是幹嘛 你的意思是說我不小心飛錯 那如果你打到我 是你開第一槍的 是這個意思嗎 然後引你來打我這樣子 對 那這個是不是很挑釁 當然還好 中方也趕快說 這個請你不要再有這樣的一個行為 可是他這個時間點這樣做 會不會也是跟他兒子有關 因為他兒子最近也惹上麻煩 對 因為就我剛才講 他一貫的就是轉移交點抹黑 找台階下 因為他最近 他兒子被紐約的檢察長 對不對 他要去搜查他整個川普的一個集團 認為他兒子根本是打著川普的民意 在外面撈錢 財務有問題之外 甚至連稅務上面都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他兒子怎麼樣 就是拒絕作證 就是拒絕作證 等於是說 你看從他姐姐之前就出來講 他的一個事情 對不對 到他兒子可能也拖累他 所以現在很好玩 他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受益 因為國防部長又趕快站出來 就是再轉移交點 就在講 你解放軍怎麼樣 跟我們美國軍方是完全不同 你解放軍是共產黨的 不像我們美軍崇尚自由和平什麼 就是我剛才講 一貫的策略在幹嘛 轉移交點 但是你說如果是這樣 好 我們現在這個記者 就訪問他說 在節目上面問 對 就俯師的記者專訪他 對 那說那對台的部分 如果萬一這個北京武力犯台 講了一長串 他說這個不適合 現在這個節目講這個 這個議題不太適合 但他會說 可是問題是我武力犯台怎麼辦 他說北京知道我會做什麼 這麼有默契 那後面你以為 他還會再講對不對 那你要做什麼 北京知道我會做什麼 然後再問他說 這個不適合談這件事 心有靈犀就對了 那到底會做什麼 就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真的做什麼 去幫助 那等於說他講半天 沒有講出實質的東西 就對了 那我覺得更有趣的事情 是我剛才講 他好像眾叛親離 對不對 那結果這個他的前私人律師 既然登上民主黨贊助的廣告 川普我注意 川普是共和黨 這一位是他的私人律師 什麼叫私人律師 私人律師 也就是說如果我是四聰哥的私人律師 簡單講他的大小事 大概都是我在處理的 他的行程我一定都很清楚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我要爆料 大概無料不爆了 也就是說我什麼都可以講出來 那他既然還登上民主黨贊助的廣告 然後我覺得這很諷刺很諷刺 那不是很傷 那他上去他講什麼 他說川普都講反話 他如果跟你講這件事情 他如果用這個詞 表示這件事情很小 不用在意 他如果告訴你 這個沒什麼用 表示很有用 他如果告訴你 很有用 那大概是沒什麼用 所以他告訴你 北京知道我要做什麼 做什麼 就沒說 所以表示很簡單 什麼事都不會做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去注意 川普現在選情這麼危急 會不會利用臺灣的關係 來拉抬他自己的選情 對 我們真的是很擔心 因為他這個 愛說反話的個性 其實在這次美中的貿易的會議上面 我們就表露無影 因為其實十天前他才說 他不想跟大陸談 他覺得說這個事情 好像沒什麼好談的 他要把這個美中的關係 就是也就是這個經貿關係 要來脫鉤 但是沒想到這個時間點又冒出來說 他們已經私下已經喬好了這個進度 這真的讓大家很傻眼 你不是說不談嗎 十天前才說不談 現在竟然已經談好了 而且還說雙方都很滿意這個進展 這我們來問一下士聰哥 這對於我們臺灣來說 我們就從這件事情來看到我們臺灣事情上 會不會又像是川普講反話一樣 他明明就講說 好像是挺我們臺灣 會不會也是有種那種 我講挺 其實表面上是人前的這個好交情 人後可能會把我們做犧牲打 應該這樣說 如果翔軒你是浮屍電視台 你今天去問川普的時候 川普會怎麼回答 你看我就是一個很好的銀行 我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交易者 交易者一個爭道是什麼 讓你摸不清楚 他一定會這樣講 我還是達成了這麼偉大的協議 你看他前一陣子還說什麼 中美經濟要脫鉤 甚至還說之前的萊特希澤 還有劉鶴的這個談話 是我主動叫停 就沒想到他們24號兩個 已經通完電話 通完電話然後講了講了講了 大家都傻眼 連美努欽也來了 就是兩個美國的官員跟劉鶴 他們兩個在談 他們三個在談話 談話之後談到第一個階段的 這個美國 中美的貿易協定 然後也確定了就是說 接下來要繼續怎麼做 那他們會後的時候 美國 中國新華社跟美國官方 都發表說雙方都覺得 對這個會談成果還算滿意 聽起來該談的都談 不是說不談 所以我就說這就是川普 川普他就兩面手法 他就是為了他這個共和黨選舉之前 要端出一些東西來是不是 應該是說他以前就是這個個性 他以前破產那麼多次 你要跟銀行交手 你也是要讓銀行摸不清頭緒 對不對 然後就臉皮很厚 這是他一貫以來的立場 我覺得即使他當總統也沒有變 所以我們要看清楚 他的個性就是如此 本質就是這樣 本質就是如此 至於說他說的話 我覺得大家聽聽就好 看他做什麼事情 為什麼這樣說 實際上如果你了解川普的話 他跟我一樣 我們都是雙子做的 雙子做通常都是說很會說 但是你做多少那個看看 所以我們看到他做了什麼東西 那你幹嘛他說 說中美要脫鉤 可是現在中美真的有在脫鉤嗎 是有在脫鉤 但是沒有到他說的 全面脫鉤這樣一個狀況 他是講得比較誇張一點 他當然說我現在是做一半 我可能上任連任之後 我會做得更強硬 但是連任之後會不會這樣做 不知道 因為商人的個性 或是說他這種所謂的 交易者的個性 搞不好中國給他一個更大的蛋糕 他就好OK 我們再重新談判 就像他當初說戴口罩的事情 也是這樣 我覺得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至於說你說 現在在這個關係之下 很多人就說 現在是美台關係最好的時刻 的確目前的確真的是 美台關係最好的時刻 真的好嗎 應該是說 目前至少我們可以得到 我們過去可能都沒有辦法 得到的東西 譬如說我們一直很想要 提升我們的國防的 我們的國防能力對不對 F16V賣給我們的 但目前現階段 美國最強的M1A2的戰車 也賣給我們 那從去年到現在為止 我們很多飛彈都升級 可以打得更遠 打得更準 這個也是我們要的東西 另外一個就包括說 像你看這幾天 今天的消息 Google也來台灣投資 他準備要在雲林再投資 對不對 第三個場 廣達也拿到了特斯拉的訂單 的確 中美在劃分的時候 我們是有一些好處 包括說你可以看今天的盤面上 因為中美之間的貿易的摩擦 或是中美的緊張關係 事實上 昨天 這個福斯電視台 在訪問川普的時候 其實有一句話 川普講了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福斯的主播是問他說 現在這個台灣問題 顯然是中美之間 最緊張的一個問題 那他說現在台灣的越來越重要 就包括說科技這些 越來越重要 那這個 你知道川普說什麼 川普就說 對 他們的IC公司 準備到我們美國來投資 就是在搜台積電 就是搜台積電 所以你看 連川普自己都搜了台積電 所以才有後來陳彥說 他如果打了之後會怎麼辦 那樣一個談話 所以他們其實之前的鎖定的焦點 是鎖定在台積電身上 所以美國要你台積電 所以你可以講 今天的盤面 非常清楚 台積電你看 現在我們的盤中 台積電漲到5塊5毛錢 漲到440塊 但同樣也是因為川普 害到我們的聯發科 對 這就是 我就講 這就是中美貿易大戰 有必有利 有利的這一方 可能是台積電這一邊 有害的是誰 當然是聯發科 你們想說 幾個禮拜前 我們記得我們在節目 才在講說 外資把它調到1200 1200都有 大家比很高 我們那時候覺得 有點誇張對不對 這個市值破一兆之後 可能大家要稍微聽 看聽一下 結果果然你看 現在又跌到 今天現在最新的價格 是575 結果現在外資又跳出來 我們要調降它的平等 目標價調690 才一兩個禮拜 就變差異這麼大 這些法人是怎麼說 他說因為華為佔 中國大陸的市占率是50% 然後美國 全世界市占率是15% 聯發科佔 聯發科裡面的華為比重是20% 如果歸零的話 那就影響非常大 這個還用他講 這本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現在 整個狀況來說 對聯發科 因為聯發科目前帳上約莫有 三千萬套準備要賣給華為的 但是為什麼會出現問題 就是因為這三千萬套 原本就是針對華為的手機 做一個設計的 因為我們知道 聯發科不是只有設計IC 不是只有這個 他的所謂基頻這些東西 他會加一些有的沒有 譬如說你這個音效要怎麼樣 我在晶片裡面再加一些東西 這樣子 所以這個晶片是已經設計好 要for華為 就沒想到現在華為不能出了 那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確可能是現階段 這個聯發科要想辦法解決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 我覺得對台灣的IC設計公司 大家可能也要留意一下 因為中國到了 在這一次去美化之後 他現在可能會想要說 我要自主 那我要自主的時候 他可能會把越來越多的IC 想辦法在他們國內自己生產 那如果在他們國內自己生產的時候 那勢必會排擠掉 我們台灣原本可能去搶佔的 所謂去美化商機 所以我覺得這個局勢也都一直在變 現在我們這樣說 搞不好幾個禮拜之後 或是說這個全部又不一樣 所以我才說這個今天 每一天中午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看我們節目 對 之前其實川普 就曾經用筆尖來形容過台灣 但是因為台灣 有這個護國神機台積電 才讓這個川普 又再度發現到我們台灣的價值 就是因為要搶佔台積電 因為擁有台積電 得台積電可以得全天下全世界 現在等於說 攸關美中未來百年的國運 興亡的一個關鍵 也就是說像川普這樣封殺 封鎖了這個華為之後 現在少了台積電的加持 就等於說現在已經華為 已經進入到生存前的混亂 因為現在倒數三個禮拜 到九月十五號之後 華為可能就沒有辦法 再購買一些其他的 有用到這個美國專利的晶片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這個喬哥 因為現在看起來 川普對於大陸的這個晶片窒息戰 真的是有辦法做到這個滴水不漏嗎 我們的臺積電又扮演怎麼樣重要的角色 其實川普昨天他在接受福斯的那個電台 電視專訪的時候 其實首次有提到這個 美國政府對我們臺灣的態度 過去來講的話 臺灣在美國的一個心目中的地位 除了本身是一個國防戰略的地位以外 經濟跟科技的因素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尤其像我們這個護國神山台積電 在近期來講的話 由於他的整個領先的這個半導體的地位 他目前已經是全球半導體的龍頭 對 那已經是一家會影響全球產業的公司 應該以台語來講 化水會堅重 他基本上他是一個屬於歌自輩的 那你是一個有地位 有領導性的人 來講的話 川普本身對他 就一定會特別的去重視他 所以我們就會去提到台積電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台積電他為什麼 他具有這種所謂全球半導體 地位的一個領導 他目前光是5奈米的這個產量 其實就已經是全球最先進的 一個晶圓科技了 那更不要講說他在2022年跟2024年 他還要再陸續的去量產3奈米 跟2奈米的一個部分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 他光今年資本支出要增加到 160億到170億美元來看的話 就可以知道他在未來是一個 逐漸要去擴大產能 增加自己設備的一個情況 那其實現在來講說 如果說川普有講到 如果他搶下未來的一個 百年的發展主動權的話 其實搶下台積電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基本上為什麼 台積電在整個的目前這個 台灣的這個部分 是這麼的重要 所以現在華為真的很混亂 對不對 現在等於是生存之戰 因為美國現在供貨率大概不到三週 也就是說在這三週之內 華為他其實現在已經進入了 那種所謂的網路上叫做 混亂的生存模式 進入生存模式沒有錯 但是有沒有混亂 我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凌晨4點 你還在打電話給供應商說 在跟他協調這種調貨 在開電話會議的話 那基本上就代表說 確實真的是已經進入緊急的狀態 非常緊急就對了 緊急調貨 都還在打電話通知說 我們這個貨該怎麼來協調這樣子 那現在甚至說傳出已經連這種半成品 金圓的半成品 半成品都要 連這個沒有封裝的這些金圓 全部都先掃進來 因為他準備要架構他的庫存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以現階段他可能目的 就是要儘快 在9月14號以前 把這些貨全部先掃進來 那甚至我們這樣講 他現在在掃貨 有些供應商已經在預測 9月14號是最後的出貨日 那9月15號之後 目前華為的這些供應商 他們的訂單 很有可能會降為零 那如果說有這種情況的話 我想接下來後續 我們要注意就是說 這些我們臺灣華為的 相關供應鏈的廠商 接下來的一個營收 跟股價表現的狀況 這是我們要來注意的 我們看到華為現在面臨到 是一個生存之戰 但同樣另一場戰爭 在大陸上演的是這個龍頭之戰 因為我們看到說立訓今年上半年的營收盡力 就年增了七成 但是現在為了要打入這個蘋果供應鏈 誰是龍頭 竟然大陸兩個大媽CEO 立訓跟藍絲科技 在搶這個台場之下 竟然背後鬥得你死我活 馬上回來財經大白話